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的这一讲是要跟各位介绍礼记谈公篇里面有若和曾子的辩论 他们两个谈的是对理智的不同想法 维护理智的两种态度 这个辩论非常有意思 非常短 但是很经典 那有子是谁呢 有没有的有 这个有子名字叫做有若 整本论语当中只有有若跟曾子通称为子 那曾子大家可能比较熟 就是曾僧 背后是尊讽为宗圣 是佩祥孔庙的四配之一 什么叫做佩祥孔庙的孔门四配呢 就是指的是说 佩祥在孔子周边的四位儒门的圣贤 包括像是赴圣颜辉 宗圣真身 宿圣子司和亚圣孟子 那有关曾子的故事呢 也蛮多的 大部分呢 都和曾子的修身啊 强调孝道有关 不过呢 这个曾子的故事呢 我们往后慢慢再讲 我们今天呢 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有子和曾子 那有子是谁呢 刚刚讲说有子就是有若嘛 因为他自子有 所以被后世的人呢 尊称为有子 那这个有子呢 也是春秋末年的鲁国人 是孔子的十二大弟子之一 那有关这个有若的生族年呢 并不很确定 比较合理的推断呢 根据实际呢 仲尼弟子列传的这个记载 有若应该是比孔子呢 少四十三岁啊 相传呢 上古时代发明在树上建木屋 改造居住环境的这个圣王有朝氏 有没有 就是这个有子的祖先 那这个有若呢 他勤奋好学品学兼优 而且因为他长得蛮像孔子的啊 所以曾经一度呢 被孔门的弟子呢 推举为师 就是老师 所以这个在论语的学儿篇啊 的第二则就是有子的语录啊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李济坛宫下篇呢 曾子跟有若的一段对话啊 先是曾子呢 先发难 他就说这个燕子啊 可可以说是一个知理的人啊 因为这个李的核心呢 是宫镜啊 那燕子呢 在这个宫镜啊 李的核心上面呢 做得很到位 那有若就回答说呢 哎 这个燕子啊 一件胡球啊 这个胡皮袍呢 就穿了三十年 那他帮爸爸呢 这个办理丧事的时候呢 只用了一辆呢 浅车 这个浅车就是派浅的浅啊 浅车是什么意思呢 浅车就是呢 这个宫镜的时候呢 在出病的时候 那个祭奠的时候 在这个身体的车啊 那呢 他只用了一辆车啊 那隋葬的这个器物呢 也很少 所以说呢 很快呢 这个墓葬结束就回来了啊 那这个国君呢 其实 这个派浅车的话呢 应该有七个 因为他所取的这个身体是七包 那浅车就是七辆 可是大夫呢 是五包 那所以浅车应该派五辆 那现在这个燕子呢 他是大夫嘛 但是他不按照规矩来办 不是按照这个礼的规范呢 去帮他爸爸呢 办伤事 那怎么可以说是一个支礼的人呢 所以有弱就反对啊 那曾子就回答说 在国家呢 还没有治理好呢 国人呢 奢侈成风的时候 君子呢 如果是 按照呢 完全这个礼数的规定呢 去备办的话呢 这样子叫做银礼啊 银就是银满啊 这个超过的意思啊 所以他应该要做节俭的表率 那如果呢 是在国人呢 都简朴的时候 那君子就应该严守礼法 把礼数呢 办得呢 更加的周备 好咯 那故事就只有讲这样啊 那各位可能不是听得很清楚啊 我们进一步呢 来梳理一下呢 关于曾子跟有弱 对于燕子呢 帮父亲办喪事的做法 那到底是不是合于礼啊 那曾子呢 跟有子的意见呢 不合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呢 他们这个讨论的对象啊 这个燕子 这燕子是谁呢 燕子就是燕英啊 那燕英呢 是齐国的上大夫 历任了齐陵宫 齐庄宫 齐锦宫三朝 所以这个燕英呢 辅政啊 长达五十年哦 那是名副其实的三朝遗老啦 三朝元老 而且他在这个齐锦宫的时候啊 担任了相国 显名于诸侯 这个博得了管燕合称的美誉啊 管就是管仲嘛 那燕英呢 为什么很优秀呢 这个后世呢 谈说这个燕英呢 很有政治元件啊 而且他外交上面呢 很有才能 加上呢 他个人的这个作风呢 非常朴素 所以也以此闻名诸侯 这个燕英呢 聪颖机智啊 能言善辩 所以他在辅政的时候呢 能够呢 很忠心的去劝谏这个齐国的国君啊 而且在外交上面又很有灵活 也能够遵守原则 所以因此呢 在相当程度上面呢 捍卫了齐国的国格跟国威啊 燕英呢 这个其实 位居尚大夫啊 但是他节俭力行 那也以他的这个连解智慧跟谦功呢 著称于世 所以后世都谈说燕英啊 是一代连相啊 连结的相国 一代贤相 那就是因为燕英呢 基于他这个连结节俭的性格啊 所以他在帮他自己的父亲呢 办上事的时候 也是很节俭的 只用了一辆前车啊 派钱的钱啊 前车 那照理说呢 燕子啊 他是尚大夫嘛 按照这个大夫的等级啊 大夫的理啊 这个燕子替父亲智商啊 应该是要用五辆前车啊 因为用五辆车啊 其实不是一种浪费 而是一种理 也是呢 对去世者表达哀妻的表现 但是燕子却选择一切从简 只用一辆车呢 来办理丧事 那曾子对于燕子 这种做法是表示蛮赞许的哦 他认为说 燕子是做了一种呢 节俭的表率 那所以曾子认为 燕子呢 可以说是知理的哦 知理的 而且也不算是 这个不熟理 其实他认为 他其实是很熟理的哦 那他回答犹若说 这个国君如果简朴的话 就应该呢 表现出理 不必过分 不必过简啦 那如果国君奢侈的话呢 就要视之以简 就是要尽量简朴 那曾子认为说 如果政治无道的话呢 君子呢 以营理为持 这个营理啊 其实是有一个特殊的用法的哦 营呢 就是满出来 超过 过多 多余的意思啊 营理呢 跟营理比较接近的词呢 就是过理 超过的过 过理 超过常理 那营理跟过理呢 这个原文是用营理嘛 营理其实是在形式上面呢 合乎理智的要求 只是说不合时宜 但是过理的话 形式上面呢 超过理智的要求 本来啦 燕子呢 在这个政治上面呢 非理啊 大本不利是不可以的哦 但是在某一些呢 具体的 礼仪的形式上面呢 仍然呢 保持遵循古理 那这就是营理啊 营理呢 虽然不合时宜啊 也有可能变得很形式主义哦 但是 他还是是 合乎理的要求的 所以 燕子呢 在替他父亲 智商的时候呢 这个 燕子没有采取这种 流于形式主义的做法哦 所以他采取了一个比较节约 比较简朴的做法 那就 曾子的眼光来看呢 燕子的这种简朴呢 看起来好像是不合周理 但是 其实还是算是符合理智精神的啊 所以 他觉得是OK的哦 但是 友若的想法啊 这 友子的想法明显跟曾子的意见不同 友若是认为说 理啊 很重要是维护社会的规范跟秩序嘛 所以理是不可费的啊 友若认为说 这个燕子呢 一件胡皮衣啊 胡皮球穿30年 那办理商事呢 只有一辆车 其实就是不知理哦 燕子帮他爸爸呢 办理商事完全不照传统哦 因为按照周理的这个传统的规范呢 大夫办理商事应该准备呢 前车无量嘛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帮爸爸呢 办商事完全的不守理术 不照理术走啊 这根本就不知理嘛 那这个不知理呢 有什么坏处呢 这个友若就没有再继续详细分析啦 不过我们很可以发现说 友若其实是强调理的规范性跟制度性 就为了要社会稳定发展啊 守护理法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呢 看到理啊 理貌的理 谈的是呢 上大夫家的丧礼呢 要怎么准备 其实古代讲理啊 都是理法并体的 理跟法呢 法律的法啊 放在一起讨论 理法并重 这个理跟法呢 讲的都是一种体制规范 一种个人啊 或者是群体的处事的规定 但是理呢 是比较偏弱控制 法是一种强控制 因为触犯法律啊 是要被论罪论处的 友若是主张说 每个人都要遵守理 而且是要严守理法 那严守理法的意思是说 该怎样就怎样 就是所有这个食衣住行啊 脏脏的啊 或者是结婚啊 婚聘啊 都有一个固定的方式 跟规范 因为理啊 就等于是国民生活公约嘛 也是一种呢 社会共同的守则 就是因为人人守理啊 社会呢 才会呈现出良好的秩序 所以说理不可费 那这个前面提到说 像是厌阴啊厌子这种过分的简约啊 所以友若会认为说 是一种失礼的表现 那友若呢 站在理的规范意义 对人们呢 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上面 去考虑厌阴的形式作为 所以他认为说 厌阴啊 不合理啊 不知理 其实是很不恰当的 因为你是上大夫耶 对不对 那你都可以不遵守 这个大家的社会公约 那其他的人呢 那不是很容易导致呢 这个理的崩坏吗 那友若呢 站在理的规范意义呢 对人们在社会生活上面的影响 去考虑厌阴的形式作为 所以他认为说厌阴啊 不知理嘛 不恰当啊 各位就可以发现啊 曾子和友若呢 都是孔门学生 其实孔门呢 是很重视为人处事规范的 也主张一切以理为准神 虽然我们后世看待理啊 好像都是用各种 用来规范人的约定啊 制度啊什么的 但是认真想想看 法律虽然是一种强控制 但法律毕竟是落后指标啊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理是道德的 是每个人自觉的 需要人主动去参与的 你不遵守这种社会上的 普遍道德规范 认真来说啦 虽然说是会者来摆眼 或是引起议论 但是基本上呢 其实是不会怎么样的 就是你在捷运上面呢 做这个位置 那呢你不让做 这是理嘛 对不对啊 其实不会怎么样 可能大家会看你一眼啊 你就是不让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啊 但是法律呢却不同啊 刚刚讲说犯法是要被抓去关的 那问题是就出在说 定定法律总是赶不上时代的变化啊 比如说我们在网路上面啊 看到各种恶意攻击啊 那个匿名的账号啊 或者是小号啊 然后讲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那你说怎么不处理呢 就是说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呢 得慢慢的完善起来 在法律呢还没规定的时候呢 要先透过教育 透过大家的自我约束 不要讲那种故意的恶劣的人身攻击的话 那这种自觉啊 自我约束力就是一种理 一种手里的道德的规范 除了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以外呢 也邀请更多人一起参加这种道德上的自我约束 跟自我觉察的规定 那这样子想呢 你就不会觉得手里都是迂腐的 是守旧落后的 因为手里啊 也是处于自然 以理为准神 其实表现的是自然秩序 根据自然的理序条理道理啊 去定定行为的准则 所以理法的实施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真子呢 为什么称赞呢 这个燕姻称赞燕子呢 他认为说燕子其实是不是遵守理智呢 主要是针对呢 时间 环境特征 特别是呢 政治情况呢 来做考虑跟观察的 他特别提出来说 国家呢 是不是有道的问题 所以他谈说呢 如果碰到呢 政治清明 整个社会都是内敛啊 规制的环境 那手里当然是必要的啊 但是如果碰到呢 国家无道 整个社会国人呢 都崇尚奢侈奢华 行为呢 奢态浮夸的话 那么作为高级官员的上大夫啊 生活简约 行为内敛 那当然就很有意义嘛 那么对燕子来说啊 他的上减 崇尚解减 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 具有很鲜明的行动实践力 所以燕音啊 不仅旗帜鲜明的 把这个节俭呢 看作是君子之道 还把俭啊 看成是呢 古代圣人的一个重要平性 这意思是说 这个节俭啊 不是我们一般想的 就是那种物质上面的那种 要省钱 感觉呢 太节俭啊 就变得很小气 好像磁工机那样 各位你要注意哦 磁工机 是磁器做的 不是铁工机 铁工机我们都已经觉得 铁工机很小气了 对不对 磁工机更小气哦 因为铁工机啊 会刮下来铁屑 对不对 但是磁工机 是刮不出来什么东西的 不小心贡婆 对不对 打破还要赔耶 那燕子呢 主张上简的思想呢 就在奢米之风呢 很兴盛的春秋末期呢 可以说是有点 金丝害族的这个味道啦 因为他们家啊 其实是出生名门望族 他的爸爸啊 燕若 也是齐国的尚大夫 然后燕英呢 本人也是国之重臣 本来可以他靠着 他这个优渥的物质条件啊 安心的去享受 很高的俸禄嘛 但是他在奢米之风呢 弥漫的社会背景下呢 以他个人的力量呢 去恪守节俭之道 而且呢 在衣食住行啊方面 都很独行节俭 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是看见燕子帮他父亲 办相事 力求重俭操办嘛 其实你认真想想看 这个燕英呢 跟他爸都是上大夫耶 你想想看 桑李扮成这样啊 不只和他们 整个家族的位阶啊 以及他个人的身份 很格格不入 这种做法啊 你说爸爸都去世了 你还这样 对不对 其实应该是会受到一些 社会舆论的批评才对 所以游子啊 批评他不知理啊 其实也不为过 但是曾子认为说 燕英这种呢 上解的行动 至少可以起一个示范的作用 就是燕子啊 透过他的做法 去告诉大家 礼既然是一种社会上面 约定俗成的规范嘛 那就有可能会因为 时空环境的改变啊 有松动的可能 即使是像是 办丧事啊 这种这么严肃性的活动 也还是可以呢 从减上减哦 因为即使 只有一辆车啊 对不对 也同样可以代表呢 他对父亲丧事的 这个慎重跟哀悼 那这个故事的前半部 还有提到说 燕子穿的这个弧球啊 一穿就穿了三十年 那其实燕子啊 不只是穿衣服上面很节俭 根据记载啊 燕子在吃的方面啊 也是啊 各方面都是 他这个吃东西呢 不吃山珍海味 甚至呢 食不虫肉 就重复的虫 食不虫肉 就是说他吃饭呢 不用两种以上的这个肉食 那因为肉比较贵嘛 那燕衣吃什么 那就吃菜啊 对不对 所以书上是写说呢 他食肥薄 就他吃很差啦 过着食肥薄的生活 那么他的穿衣服呢 刚刚不是说燕衣的这个 弧球呢 一穿就穿三十年嘛 那燕衣还规定说呢 他的家人啊 他的妻妻啊 都不能够穿 那个比较高档的薄布衣 那呢 在行的方面啊 燕衣呢 很惯常使用 就是很一般啊 很差的马车 那住的呢 那住的更夸张啊 这个燕衣呢 他也不住那种豪华漂亮的房子 而是住我们现在说 那种很小的 而且是很简单啊 很破漏 很简陋的房子啊 更夸张的是 连他老板啊 骑警工都看不过去 认为说他住很差嘛 就曾经呢 很多次帮那个燕衣要换房子啊 那燕衣都 每次都拒绝啊 有一次呢 这个骑警工呢 就趁着这个燕衣呢 出使禁国的机会啊 叫人呢 帮他改建房子 那因为古代路都很远嘛 所以在这一段呢 出差的日子里面呢 这个骑警工为了帮燕子呢 修房子啊 还拆了很多他们那个隔壁家邻居的房屋啊 不料呢 这个燕衣回来以后啊 不但坚持他不住新房子 还坚决呢 请求把老邻居的房屋呢 全部都整修好 把自己的旧宅呢 复原 就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哦 不声美举 你说人家这个 警工都已经帮你弄好了 对不对 那干嘛 又要把新房子给拆了 恢复原貌 啊然后 这样不是很那个吗 对不对 可是对燕衣来说啊 这个燕衣认为 他的现在 他自己所过的这种生活啊 虽然呢 这个大家会认为说 完全不足以被称作是大夫等级啊 但是他的这个上检呢 其实就是一种发自内心 实实在在的行动啊 不是只是一种空洞的说教 那他的日常生活呢 几十年来如一日啊 一贯坚持嘛 所以后世的人呢 对于燕衣的上检就很推崇啊 这让我想到说 以前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新闻报道说 这个马英九的皮鞋啊 是有送去修补的 因为他那个皮鞋 就是鞋跟磨坏了嘛 那其实修一修呢 这重新换个鞋跟 其实是可以穿的哦 那在当时这个新闻 我记得也有引起很热烈的讨论 有人就称赞说 这个马先生呢 很节俭啊 这个鞋子坏了呢 这个还拿去这个鞋垫修 反复的修 那可是也有人批评说呢 他这样的做法呢 其实会妨碍经济流动 这东西呢 坏了就是要换嘛 老是用修的不换新的 那商人就很难赚钱啊 那商人就很难赚钱啊 不过呢 这个回到故事里头呢 各位就可以发现 燕英的这个上检 当然就是可能也跟马仙一样 那呢 他们都是很自然的生活 回到呢 这个有弱呢 跟曾子的这一段辩论来说啊 他们两个人算意见不同啊 其实是各有主张 各有坚持的啊 有弱呢 认为说 李不可施嘛 因为李的规范呢 一旦受到破坏 就很难再挽回 我们都说 李啊 最重要是心意 大过于这个形式嘛 但是呢 一旦不在意 这个李的形式表现呢 李的内容心意啊 其实也是蛮难彰显的 如果呢 因此而导致这个李质的被破坏啊 表面上说 李被改变是为了因应社会发展嘛 风俗喜欢改啦 那可是 李坏月崩的结果 也会让社会更混乱 人心更堕落而已啊 我们再来举一个现代人的例子 那我们现在学校上课呢 大概没有人呢 没有班级的学生会喊那个起立敬礼啊 喊起立敬礼的话呢 这种班级 人家一定觉得你这个老师呢 很迂腐 很八股教条 然后呢 下课的时候啊 有的班级的学生会主动的说 谢谢老师 有的不会 那起码我这个教书的班级是像这样子的 虽然我也不觉得说 我个人的人格魅力很差 或者是书教的不好 就是学生习惯这样 那这个理呢 被改变了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什么起立敬礼啊 这个老师好 有没有 像这种形式呢 很无聊 很无所谓 所以也就不这样做的 那当然当老师的人呢 也都不敢这样要求 因为学习末的时候呢 学生会给老师评分啊 那老师被学生评分的时候呢 也很可能直接会影响到这个老师的工作 所以呢 这个 大家也就不用在这个起立敬礼啊 这个老师好啊 这种上面纠结了啊 所以这个上课之前呢 要起立敬礼的这个仪式呢 看起来是个小事哦 不过人类的文明启蒙啊 进步发展 都是在小事里头呢 慢慢累积叠加的啊 有若认为说呢 礼不可费 要维护礼啊 守护礼 也就是认为说 礼啊 本身有一个文明启蒙 教化的作用 这件事是很要紧的 所以礼不可施 不可费 但是真子是认为说 燕子的做法才是真正恭敬的手礼 虽然燕子确实过分的节俭啦 但是燕一呢 上俭的思想跟行动实践呢 对当时的齐国来讲 是很有意义跟价值的哦 因为燕子自负丧重俭嘛 可以起一个示范跟引导的作用 所以他的做法呢 不仅不算是违背理 而且这种表现才是很恰当的哦 因为真正恭敬手礼的做法 其实就是像燕子这样 对燕子来说 他就是习惯这样的生活 这不是一种刻意做作 燕子呢 是基于 简以养德 简以立身 去提高呢 这个人的德性修养来说的 所以他还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上面呢 要求自己啊 那我们当然可以发现 曾子其实是很理解 这个燕子心情跟想法的人嘛 说到这个燕子呢 我还想多说一句啊 其实这个燕子啊 长得很丑又很暗 古书上面说呢 他长不满六尺 然后帽宫 宫是那个宫敬的宫哦 意思就是说 他的容貌呢 长得很宫敬啦 古书里面呢 被写帽宫的哦 你就可以猜猜看嘛 就是他的容貌 长得很宫敬 就是长得很遵守交通规则 很抱歉啊 那燕子就是长这样的人哦 不过燕子的人品修养啊 那个协助治政的工作 却受到大家的称赞 更替齐国的忠心呢 立下功劳 虽然说啦 燕子的这种节俭方式啊 他的上俭的修养 在今天看起来 仍然是很难做到的哦 但是如果我们把俭典啊 想成是行为上面 比较低调内敛 为人处事呢 不浮夸 那也就可以用这样子的 一个简德呢 来要求自己的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李记的这个故事呢 告诉我们两种 对待李的方式 我们生活里面啊 都说李多人不怪嘛 想想看李数多了 程序繁琐 是不是真的人不怪呢 那么又或者说 一切都从简的极简峰啊 凡事都讲求低调 那这样真的好吗 我想呢 有若呢 跟曾子的辩论 就很可以提供我们思考哦 好咯 回到今天的重点整理 第一点呢 简哦 简简的简哦 这个简呢 不只是一种物质上面的 节约物用资源 它谈的更多的是呢 行为上面的简哦 行为上面的简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 行为低调内敛 所以简呢 是一种内部跟外部的 美好的道德品性哦 好 第二个呢 有若呢 认为说李呢 有稳固社会的作用跟力量 所以呢 李不可施 那李呢 必须要多加维护 第三个呢 曾子认为说 李呢 是必须要因应社会环境呢 的变化 做弹性的调整哦 所以李呢 不应该僵固 最后呢 我们谈这故事里面的 这个主要的人物 燕音哦 对燕音来说呢 简呢 是力生养德 上简呢 是一种行为实践的功夫哦 最后呢 我想跟各位分享哦 诸葛亮呢 有一句话说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安静的静哦 用静呢 跟简呢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来呢 修养自己的品性 我想呢 诸葛亮的这段加续哦 名言就和各位分享哦 静以修身 简以养德 好哦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希望今天的这一讲 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和收获 如果你是在Podcast上面 收听我们的朋友 盼望你帮我们五星评价或留言 如果你是在YouTube上面 收听的朋友 我也要邀请你开启小铃铛 订阅 按赞 留言 分享 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 感受经典智慧 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是王老师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